原来不被暗示就算是女明星也没用 再漂亮都会被另一半嫌弃 我跟我老公吵架从来没有赢过 全都是打赢 因为我完全不会说话 经常跟他吵完架以后 然后我就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爱与不爱真的很明显 吵架时男方的态度最能说明一切 当看亲子和季凌晨开玩笑时 男方每句话都毫不留情 明知彼此差了五岁还要攻击女友年龄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装高冷吗 因为他笑起来不好看 所以总在装 你笑起来好看 爆牙 你画的眉毛还平的 你这个眉毛画的很有型 我很喜欢 一点都不像四十岁的人 杜纯和老婆一起去产检 当医生询问他是否有什么想知道 杜纯竟然直接呆住了 爸爸这边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老婆婆好像没什么问题 我也不太懂 就连行李箱密码都是前任的生日 压根不把王灿的感受当回事 箱子里找东西 我发现你的密码还是前任的生日 懒得改 这不挺浪漫的吗 不不 真是懒得吧 那密码都是他们自己设的当时 而买钞比杜纯更为过分 张嘉妮都已经生下两个儿子 但他这个婚庆公司老板 却始终不肯为妻子不办婚礼 每次都用敷衍的理由糊弄张嘉妮 你啥时候把我婚礼办了 都没办过婚礼是吧 没有 就是欠一个婚礼 我还是期待我们的婚礼 那个当下 好像我觉得我的内心应该是非常期待那个婚礼 杜若曦在婚前把言宽视为偶像 结果婚后她只是忙着拆快点 没有及时为丈夫做早饭就被上纲上线的指责 买那么多东西 买一些破烂 因为你现在买不必要东西 早上起来就跟我吵架 是啊 早上起来我连早饭都没吃 你就在倒吐这些东西 为什么 因为物质的东西已经占据了你的心灵 你根本不想吃东西了 我哭了 怎么哭了这是 而霓虹杰因为受购了前夫决定离婚 不料对方却偷偷留给他一笔债务 既然这样子你就离婚好了 然后在当年晚上就里里东西走了 我收到一条短信我都惊呆了 我竟然签了银行那么多钱 一千多 我也不知道怎么花 没有拿到抚养权的她去前夫家里看孩子时 却发现孩子在奶奶的教育下 已经对她毫无亲情了 去的时候 奶奶就会说 你给你妈妈去吃饭好了 那做的饭是不好吃了 你给你妈妈去外面饭店吃好吃的 她就瞬间说 奶奶 她还哭着说 奶奶去吃饭 奶奶做的饭最好吃了 后来连叫我妈她都不叫了 再叫我霓虹杰 我不跟霓虹杰去吃饭 看来不被爱的时候 就算是女明星也不行 还好霓虹杰后来成功翻红 彻底摆脱了这段窒息的生活 原来就算是说相声的月云鹏 吵架也吵不过自己媳妇 我跟她吵啊 肯定是吵不过的 好 我就拿出纸拿出笔 写 写断吧 我不断了 就写了 跟她吵架 台上伶牙俐齿的月云鹏 私底下和老婆连吵架都得打草稿 月嫂吵完一架后倒头就睡 而越想越气的月云鹏 只能手写草稿 我就写她吵架的词 而且她跟我回复的词我也写上 她有可能这样跟我吵 结果月云鹏怒气冲冲的寒醒妻子后 却被对方一句话弄得没脾气 凌晨四点我写完了 我扒了写 我给你吵架的词我都写好了 我写了都笑了 我来看 还翻篇 她说过来 错别字 过来睡吧 睡吧 我再想想 而生活中的月云鹏与妻子的性格也有很大反差 一个是大大咧咧的钢铁侄女 一个则喜欢在生活中搞点小浪漫 比如某次月扫过生日 月云鹏提前开始准备惊喜 找到亲朋好友和同学收集老婆的照片 结果同学说漏嘴把惊喜告诉了月嫂 我媳妻问我 我说你给我准备的照片呢 我想看看 谁给暴露了 她说我的同学都跟我说 说你查得有照片 我说我跟你同学说过了 不让跟你说 我们同学不懂浪漫 他们不懂你也不懂吗 你别破了 可月嫂是真的不懂的浪漫 毕竟当月云鹏突发气响的说土未情话 她的反应让人出气不意 有时候我突然间想浪漫一下 我们就问她 我说现在几点 她说十点吧 她对 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她就把那袜子拽我脸了 两人在结婚的时候 月嫂表示婚礼要放她喜欢的歌 只是她选中的歌曲多少有些豪漫 我希望非要唱 非要放刘欢老师的这一拜 那是结婚不是拜兄弟 不是结拜 虽然两人看似有很多地方不大 但月嫂对月云鹏绝对是无可替代的存在 当初月云鹏刚刚大火走红时 一度飘到走路都觉得自己和他人不一样 月嫂却一巴掌将她打醒 让郭德纲都十分称赞她的大剧观 所以月云鹏也对妻子无条件信赖 将家里的财政大权全部交到妻子的手中 甚至直言结婚多年越来越离不开她 当被问到两个女嘉宾哪个更好看时 月云鹏的回答是 而月嫂也会在丈夫被外界污蔑时 第一个站出来为她撑腰 两人在机场被拍到月嫂大包小包 而月云鹏却像个没事的大佬 网友便开始捕风捉影 称月云鹏没担当不体贴老婆 月嫂立刻跳出来护肤 称月云鹏两手空空是因为要给粉丝签名 还附上一句我的男人我乐意 虽然两人的性格天差地别 却会彼此包容理解 这或许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吧 不顾父母反对嫁给穷小子 这样的婚姻真的会幸福吗 岳父的话看似刻薄却句句实话 毕竟张杰和马建月凤子成婚 也没钱为女方举办一场婚礼 婚后她住着马建月的房子 开着她的车 结果却对怀有身孕的马建月无比敷衍 别的老公都是在妻子怀孕时亲自做饭 你们家是婆婆做饭吗 还是怎么样 我老公做饭 我老公做饭是老公做饭 嗯 妈好 整个孕期做的饭都她做的 而张杰却截然相反 两人一日三餐全靠吃外卖 她也从来没有打算为妻子学做饭 吃点出餐 嗯 吃什么 想吐 所以当马建月的妈妈突然来家里 看到女儿吃的外卖时 整个人既生气又心疼 现在几点钟了 还得吃饭 你要天哪 这东西吃了不起 嗯 这些肯定都放了胃经的 只是张杰不仅不为妻子做饭 家务活更是懒得做 老妈妈看着一片狼藉的家忍不住感慨 天哪这上面 怎么还是这么乱 还是被这么多东西啊 我的天 而张杰还给岳母安排了新任务 待家里两个月没洗澡的狗去宠物店 儿子妈可以洗个澡 可以嘛 一会儿再去嘛 她是要洗一下澡了 太脏了 不是 关键是你们要弄一下 你们光是喂又不弄 你看这像什么东西吧 而且她好像是垃圾了 我跟你说你看弄得到处都是 这个也刚放了 这个要加猫杀了 马妈妈从进门就没停下收拾 张杰却视若无睹的玩手机 对妻子的暗示也是直接评评 这些我大概给你剪一下 剩下的就是你们收的 好不容易放下手机站起身 却是为了命令妻子收拾餐桌 我要收拾 就把这该收的收了 那没有 而当马建月身体不是一脸痛苦时 张杰站在一边仿佛这是与他无关 还不如工作人员显得更关心 因为张杰的酒吧生意一般 所以二人日常花销都用马建月的钱 并且怀有身孕的他还要陪丈夫带到两点 张杰却从未说过让他早点回家 还好马建月丢掉了爱情滤镜 在26岁生日当天官宣离婚 闪婚闪晕又闪离又回到七点 摊上这么一个没有担当的男人 婚姻的确是件需要深思熟虑的事